华联市公所2023春天好时节世界阅读日 星期六下午在太平洋公园北冰段热情登场 吸引了近千名大小朋友在草地上追逐奔跑 品尝着青石代本书籍席地野餐 享受春天草地的温暖和感受大地环抱幸福 而市长魏佳业也和大小朋友们一起席地而坐草地上 共度了欢乐时光 华联市公所2023春天好时节世界阅读日 星期六下午在太平洋公园北冰段热闹登场 市长魏佳燕表示 透过野餐活动让民众在忙碌生活中可以放慢脚步 用一块野餐布拉近彼此距离 享受和家人的相处时光 未来市公所会持续举办亲子活动 让孩子有快乐童年 今天是春天好时节跟我们世界阅读日 那其实今天也真的很感谢上天 给我们一个非常天晴的一个天气 那能够有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 带着孩子们来到我们北冰的太平洋公园 来做一些野餐 跟我们阅读一些书籍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由着假日 然后带着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 带着孩子们来到这边 不管是做野餐或是阅读书籍 那或者是听我们梦想 故事屋 来这边做一些亲子的一些活动 我们花园市公所都很乐意来做这些 举办这些活动 那也希望戒指 希望爸爸妈妈能够让孩子们出来 在户外走一走 那也不要在家里一直用手机 因为我想用手机对孩子的一些身心灵 跟一些眼睛也不好 那晚一点 傍晚我们还有一些星空电影院 能够播放一些有趣又好玩的电影 给我们孩子们看 也希望说今天的活动 都能够让大家来喜欢 活动首先由梦想瓜牛故事屋 带领大小朋友在草地上蹦蹦跳跳 玩得不亦乐乎 祥韵世界阅读日 也把户外野餐和阅读结合 大人小孩带着绘本书籍 悠闲地在草地上阅读 让野餐活动充满了舒商气息 而大大的气球伞 则让小朋友们玩得惊声尖叫 非常兴奋 晚间星空电影院则播放了 邪猫剑客2 让大小朋友都沉浸在影片当中 跟着主角一起去冒险 一连串的活动安排 让大人小孩都度过一个 丰富有趣又欢乐的假日时光 介入慧欢市报道